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第六百五十回 破败的屋子明朗的月光 阴冷的巷弄 横见的武道宗师 伤心的干瘦少年 卧边的豆蔻少女 扶摇喘息的病秧子 背紫霞的绝色女子 在所有鬼鬼祟祟 趴在屋顶的夜行人看来 眼皮子底下的这幅画面 让大半夜跑来喝西北风的他们觉得没那么枯燥乏味了 夜行人分为好几波 各有各的恩主 其中人数最多 且身上有一股沙场气焰的 正是来自刘怀喜府邸的瑞士 他们也天经地义 占据着视野最开阔的两座笔林污点 腰间玄配的兵器呢 皆是战刀 不过种类啊 可谓五花八门 既有刀身修长 望之如河苗的苗刀 也有从北莽南朝流入西域的战刀 甚至一名头领模样的黑人呢 写有一把有些年头的旧式梁刀 只有熟人北梁边军的内行 才可以发现 那是一柄弧度相较步刀 更加突出的骑军马刀 随着北梁对刀弩的管输越来越严 这些早年间流散民间的梁刀 其身价也随之水涨船高 能轻松卖出动辄七八百两银子的天价 在黎阳江湖上 有一把梁刀挂在腰间 只要不是那种一眼看穿深浅的 高粱子弟都能让人不由自主的心生忌惮 一个家伙凑近配梁刀的黑衣人身边 小声的说道 七头 下边那杯紫色匣子的娘们可真是俊 比咱们府上做客的紫竹仙子还要好看 要不咱们就直接动手得了 整座雪莲城都是咱们的 只要进了城 小命还不就等于攥在咱们手里 七头啊 将军不是说你缺个媳妇吗 我看这娘们就挺好 兄弟们刚才还商量呢 那颗雪莲送去将军府上 这娘们啊 直接绑去投你的那栋贼子 今儿啊 咱们就给你办喜酒闹洞房 也不枉咱们挨动了一宿 被手下怂恿当个山带旺的黑衣人 下意识拂摸着刀鞘 李治战胜了欲望 他摇头倒 不要坏了我义父的大事 他正是雪莲城土皇帝刘淮喜的嫡妻心腹 曾经贴身追随刘淮喜在十万大山中 数进数出 这才被赐予这把刘淮喜爱不释手的梁刀 他此行啊 是要盯着那个用剑的中原人 刘淮喜对那株雪莲呢 那是志在必得 因为公开扬言要上贡给西蜀某个姓名同字的女子 据说是极其动人的美人 只可惜啊 她是一个连刘淮喜都招惹不起的存在 府上彩莲人获得的那株雪莲 则另有隐秘用处 她呢 因为是从少年起遍跟随刘淮喜的名领子之一 才有资格接触到一些内幕 据说如今的黎阳啊 有新的十大门派 南疆龙宫位列其中 新公主林洪元 不但是南疆江湖的支牛儿者 更与燕辣王世子殿下赵柱关系匪浅 义父到底在图谋什么 他不清楚 但绝对不会局限于这雪莲城 义父私下底啊 不止一次流露出对中原的向往 西刀 你瞧啊 那家伙好像不知死活的 横插一脚 咋办 那位刘淮喜收养的名领子皱了皱眉 从牙缝里边挤出一个字来 等 那个不知道从哪跑出来搅局的老病鬼 把少年少女喊到一旁嘀嘀咕咕 就像是一个蹩脚的帐房伙计 果然呢 少年满脸狐疑 那个身世不俗的少女更是毫不动心 少年少女的眼界宽窄高低是一回事 可遭逢巨变之际 这点戒心肯定还是有的 横空出世 冒出一个一根手指头就能轻轻松松推倒的陌生人 却凭空给他们画一张大饼 谁信呢 当屋顶上的名领子又偷偷看脸的角色女子后 尤其是看到她的视线 头像的读书人模样的年轻人 一向自认铁石心肠的她 漠然的一阵热血上涌 然后就潇洒跃下 十几号多年相依为命的兄弟也不敢落后 纷纷落地 除了三名弓箭手默契的继续留在屋顶 都为马上可以春宵一刻的齐头助阵 人人脸上都有轻浮笑意 就差没朝那女子喊一声嫂子了 这徐凤年正说的口干舌燥 跟那少年说自己呀 只要雪莲就能保证这少女不嫁人 少年呢 其实有些心动了 倒是呢 出身雪莲城外 大虎人家的少女 不留情面的揭穿谎言 徐凤年说自己能护着他们安然离开雪莲城 他就说 你先跟那台阶上的中原剑客打一架 赢了再谈其他 徐凤年说行 他又说城里的刘将军身边高手如云 他爹的马家宝也有一百骑兵和两百弓箭手 你不但要打赢剑客 还得去将军府和马家宝再打两架 徐凤年的本意啊 是怕答应太快 让两个孩子误以为自己没诚意 就随口问了问刘怀夕有多厉害 结果少女就丢了个白眼 说他呀 其实就是个想做无本买卖的江湖骗子 就是想把这雪莲的骗到手之后 然后赶紧跑路 徐凤年体力不支 就蹲下身 抬头正要说话 更是被那少女鄙视的一塌糊涂 善解人意的让徐凤年呢 说你躺着说话好了 这腿不酸 腰不疼 更省力 徐凤年笑着说 江湖上真正的高手 哪是什么飞来飞去装大爷呀 都喜欢像他这样势敌以弱装孙子 少女的嘴巴不饶人 说徐凤年不是装孙子 是真孙子 这一直在旁边看戏的少年呢 想笑又忍着笑 对徐凤年偷偷做了一个幸灾乐祸的鬼脸 徐凤年笑骂那少年 说这还没过门呢 就他主内又主外了 以后你就不怕 腹肛不振 性情憨厚 却不是真傻的少年 黑黑笑着 这少女啊 勃然大怒 握紧马鞭指着这个说话 越来越不像话的家伙 满脸的寒霜 让他赶紧滚蛋 结果徐凤年随后说了一番话 就让他彻底平静下来 徐凤年对他说道 怎么 祸害的红树枝 身陷险境 良心不安 就想着罪不济 也要让我和那个漂亮姐姐 这么两个外人 不要掺和其中 你这丫头的心肠 是不是也太软了些呀 那帮刘怀喜患养的鹰犬 正要大打出手 腰配良刀的人抬手 制止了他们蠢蠢欲动 他轻声道 有些不对劲 紧接着屋内 传出猖狂的笑声 你们这帮遇见 真佛不实佛的瓜娃子 瞎嚷嚷个锤子 一道身影 如野马奔槽 撞开纸壶一般的泥屋墙壁 飘绿而出 先是越过了那名 纹丝不动的剑客头顶 接着在徐凤年和江泥中间一穿而过 最后撞入刘怀喜 麾下瑞士的队列之中 那名久经厮杀的刘府明灵子 怒吓一声 拔刀后双手握刀 以身催刀快步前出 不走直线的步伐 异常繁复且清零 砸揉了西蜀行义和南唐通壁的老家鹿子 手上动作则十分干净 大劈大砍 一刀朝那身影迅猛当头劈下 从屋内窜出的身影一闪而逝 眨眼间就与那明灵子擦身而过 不但一脚撞在了后者的胸膛 还空手夺走了那柄战刀 前者冲劲仍是不减 直接扑向那堵斑驳不堪的小巷墙壁 将刀刺入墙 身形翻动 等到被竟称为骑头的年轻人 指住亮相后的身形 转头望去 看到一个两条小腿至膝盖以下 好像都被力气削断的老头 就那么坐在那柄心爱的战刀上 顾盼自雄 朗声道 哦 年轻人有点尽量 只不过不请对上了老夫 再给你二十年水魔功夫 仍是不够看呢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雪中汗刀刑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霸气四溢的老家伙 瞥了眼那个没有阻拦自己出屋的 中年剑客 愤愤不平倒 老夫此次冲出江湖 在这破烂小城等了这么多天 除了台阶上那个空有杀人剑 却没杀人心的鱼木疙瘩 竟然就没有一个识趣的家伙 主动来烧香敬神 难不成非要老夫大开杀戒 才能让你们这帮眼镯的井底之蛙 明被你们雪连城 来了为陆地神仙 杏奇的雪连城地头蛇 扭头吐出一口血水 眼神阴霾冰冷 他抖了抖手腕 笑问道 老神仙 真要跟将军府为敌 老人节节笑道 什么狗屁将军府啊 一帮睁眼下 真惹恼了老夫 请客间就要让你们鸡犬不留 徐凤年这时候对悄悄走进自己几步的江泥笑道 哎 学着点 看看人家老前辈是怎么行走江湖的 多有风范 我跟你说啊 咱们顽固子弟这行呢 不懂邪魅一笑的话 那绝对是顽固江湖的雏鸟 同理啊 江湖上的邪道高手 这种节节笑声 那也只是入门的本事 正道人物嘛 那必定得是先锋道鼓 一招过后 要副手而立 尤其啊 是晚上 是月夜 那最趁紧了 你想啊 这百出仰头望月家世的话 既有宗师气度 又不伤眼 反观你大白天的大太阳就不成了 刺眼呢 不过也有办法 那就是细眯着眼 要沉默不语 千万别说话 狠话大话都要不得 一说出口就降了身份 你什么都不说 反而让旁观的路人 比如啊 我们这一大波觉得高深莫测 江泥美好气道 你无不无聊 徐凤年一瞪眼 这可是我亲自闯荡江湖后 总结出来的金语良言 别人想听 我也千金不卖呢 我 那个竖起耳朵 偷听徐凤年传道授业的 马家宝千金小姐 很快拆台道 果然是个经验老道的江湖骗子 少年听的尤为是津津有味 觉得这话真有道理 雪莲城那些富家子弟啊 每次在街上调戏姑娘 可不就是喜欢那种邪魅一笑 还有每次啊 打开折扇 那都是清脆的 啪的一声甩开 然后啪的一声又合拢 他就怎么学呀 都学不来那个笑容 当然呢 也买不起那扇子 所以这少年呢 他充满好奇的轻声问 还有吗 徐凤年洋洋得意的哼哼道 有啊 这里头的学问深似海 小子问你啊 你们雪莲城有没有外号是紫字开头的女侠呀 要么喜欢穿紫衣 要么喜欢用紫色配饰 肯定有 对不对 少年一惊一乍 满眼的钦佩 使劲的点头道 有有有 公子 你神了 这一年里啊 就有三四位神仙姐姐都是这样呢 那少女一撇嘴 猜出这种事情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雪莲城还多的是那种穿着白袍子 腰间挂着两把刀的外枪少侠呢 人人都自称自己是某个人的闭关弟子 不是喜欢大罪鸣钉躺在街上看月亮 就是挑个不高的城墙上 爬上去坐在那假装发呆 要不就是喜欢跑到雪河楼下 卖弄狮子 我爹说他们身手确实是有些 但跟雪莲城的顶尖高手比起来差远了 还说这群少侠呀 不是小时候脑子给驴踢了 就是长大以后脑袋给门夹过 让我只要瞧见他们 一定要绕着走 徐凤年语重心长的说 小姑娘 你不懂 这些至存高远的少侠 都是年轻有为 虔诚似锦 他日必成大侠 少女没搭理这家伙 恶狠狠的弯了一眼少年红树枝 少年缩了缩脖子 灵机一动 现学现用 开始仰头望月 咱们再说呢 场中 在那个老头说了一句话后 场中剑拔弩张的形势急转直下 老夫听说你们的主子刘怀喜一些事迹 分明是野心勃勃的人物 你捎话给那个什么将军府 就说只要他姓刘的肯双手供奉上 石柄铭剑黄金千两和一栋战地白母婢女百人的宅子 老夫就勉为其难做他的首席客卿 哪怕日后对上了天下前十的高手 他自会有与之脚板的底气了 嘴角还有血迹的那个性奇年轻人 脸色阴晴不定 最终洒然一笑 他抱拳道 只要前辈拿得下那名碍眼剑客 让晚辈好取走雪莲交差 自会尽力为前辈引荐给义父 那少年慌了 他喊道 老头子 你不是说要使我做徒弟吗 说下山后就传手给我轻轻松松 成为天下第一人的绝世武功吗 老人文言哈哈大笑 傻小子 就你那份粗笔根骨 老夫就是给你几十本上乘秘籍 你也练不成高手 老夫当初要是不怎么说 你会帮我破去洞内的阵法 老人突然望向那个病泱泱的年轻人 你小子资质倒是马马虎虎 想不想入我门下呀 老夫此次东山再起 注定要名扬天下 你只要答应 老夫就让你集权升天 这老人话风一转 望向那个背负紫霞的年轻女子 真可谓惊艳到了极点 就算当年自己肆意江湖的时候 也没瞧见过这般动人的女子啊 若是能够用作顶炉 未必不能重返武道巅峰 老人毫不掩饰她的贪婪眼神 咱们咱们嘴 她嘿嘿一笑 不过呢 你身边的女娃儿得归老夫 此等一品保顶 天于不取反收其咎啊 至于你 年轻人哪 一个娘们算什么 只要有了世间第一流的蜈蚣 那徐凤年笑眯眯的在一旁插嘴 得得得得得了 本想还跟你聊几句 想听一听当年羊皮球老头所在的江湖 是怎么个光强 可你呢 啊 毕竟好歹是跟冬月剑池 董元锐交过手的江湖前辈 虽说惨败到给人用六知情砍断双腿 但活到今儿这岁数也不容易啊 可既然你自己想不开 那可没办法了 你啊 得谢我 如果不是我 你这会儿已经是一具尸体了你 江泥在旁边冷哼了一声 徐凤年没有笑意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就是那个恶名昭彰的筑顶尸吧 啊 擅长拿女子做顶炉 以彩阴补扬 增长自身修为 连魔教逐鹿山都不乐意收纳的下三滥货色 董元锐六知情 筑顶尸 逐鹿山 好不容易才从那座雪峰山洞挣脱牢笼的老人心头巨震 这徐凤年大概说累了 又蹲下身轻轻的喘气 只是除了江泥之外 所有人很快都呆若目击 甚至连那个中原剑客也大惊失色 因为他横于膝上的佩剑 无论他如何压制都自行脱脚而出 那柄飞剑缓缓缓的来到徐凤年的肩头 微微缠鸣 如小鸟一人 如老马御主 老人吓得肝胆欲裂 他远离江湖很多年 但是眼力价还在啊 无家见种的御剑术啊 这老人赶紧扯开嗓子喊道 这位公子 咱俩好好说话 别动手啊 你我能有今日的修为都不容易 我跟你说 飞剑如奔雷直刺而去 老人也顾不得保持那盘腿做刀的高手姿态了 身形迅速拔高几指 堪堪躲掉那柄定入墙壁的飞剑 飞剑剑尖一旋而退 在墙壁上勾出些许的黄土 拉开距离后 又一次刺杀而去 飞剑尖一旋而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